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re Bank 我要向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Mare Bank今天它跌一点多巴仙,不多 但是它跌破一个非常重要的线 200天均线 所以我讲过很多次,跌破200天均线就是一个熊的开始 你去看回过去一些蓝筹股呢 跌破200天均线之后都是为继续往下掉的 再加上它这个筹码风,头重脚轻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大家要真的是小心 不要急着去街道 要非常小心,非常非常小心 现在它跌破了 它的一个支撑在里呢 这边有个小小的筹码风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叫做 immediate support 下一个支撑 看多少钱先 大概是8块2,8块3 就是这条蓝线 加上这个筹码风 8块3吧 8块3呢 就是差一个支撑 这边是这个筹码 这个大概是8块4 就说8块3到8块4 是它的下一个支撑 现在它收盘价是8块7 不要跌破了 跌破了 跌破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 今天它收盘价是8块4 sorry 8块4不是8块7 看错了 8块7是这一个筹码风 已经跌破8块4 非常接近它这个筹码风 它的支撑就是这个 8块2 这个不要跌破了 跌破的话 真的是要跑命了 跌破的话 你看下 我挖给你看 跌破的话 你就会是这种形状 看到吗 大 整半年的这个 M头 跌破 M头 跌破 真的是要跑命的 这是最后支撑 它已经是跌破这个200的均线了 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在跌破这个8块2 8块3 非常接近了 少过2毛钱了 这个真的是要跑命 这个 啊 不要不要 真的是不要随便去接导 看清楚来 呀 M头 再破200天均线 红码风在顶上 一下子去一个的话 就全部人会恐慌卖出去的 哈 不要千万要小心 OK 这个就是我对面Bank的一些分享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你也不要相信我讲的东西 呀 不要看到升息的 啊 Bank的升息的 银行股可以赚更多 啊 这个不是这样子看的啊 呃 因为他本钱其实也是对 因为当银行的这个 额 利息增加的话 他本钱其实也是相对增加的啊 OK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分享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你的钱 你自己做足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去学 帮我去like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在留言区写上来 给我知道吧 呃 呀 请加入我的频道 鼓励我一下 谢谢大家